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三节的沉痛提问开始 如果没有这一连串的激问 哈巴古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的声明 很可能只是油腔滑掉 哈巴古书让我们看见先知的祷告生活 在这三章里面 他和上帝的关系公诸于世 他的疑问并不是平静的 主啊你何时拯救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是激动的 喷发抱怨的祷告 感觉他很想问的问题 越过了苦难的表层 直接叩问上帝的属性 直接去问祷告有没有意义 上帝无能吗 上帝沉默吗 这些面向 这种疑问让人捏一把冷汗 但是如果我们禁止 生命中的某些层面出现在祷告中 其实就是禁止上帝的主权 触及这些层面 让我们学习在祷告中诚实不畏装 即使那是我们最深的恐惧 请看第十二节 哈巴谷先来到上帝 他的磐石面前 重新对焦 单单思想上帝永恒的本性 而不是看迦勒底人 他用我的圣者 这种很亲密很私人的表达 来称呼这一位立约的主 我们可以发现 就算被深深的黑暗围困 他不容许自己被周围的暴力同化 而是定睛于上帝的独特性 他知道上帝使用迦勒底人 刑罚惩治人 但是他看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那和上帝的美善矛盾了 请看第十三节 这样的抗议显得相当的放肆 但是哈巴谷对上帝有安全感 所以他很释放 很坦然的申诉求告 他不是旁观者 他没有站在旁边碎嘴 而是在现场 就在耶和华神和百姓中间 当我们承受内外压力 力不能升的时候 当我们被一层层拨开的时候 我们还能不能定睛看着耶和华神 对他说 我的神呢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罗马书告诉我们 没有义人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行善的 我们会说某些人比其他人 邪恶或者是不义 但是事实上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哈巴谷说对了 在第二章 正因为神的眼目清洁 所以他平等地宣判了所有的罪 我们属于群体 公共灾难和我们个人的祷告 大有关联 我们如果继续在信仰上逃避公共事物 漠然和冷酷就随之而来 让我们从哈巴谷书里 问自己两个问题 苦难来临时我们在场吗 我的意思是 我们在神和人中间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向神流泪如何 清新如水吗 从这两个问题 我们再进一步问自己 对立约的主耶和华神 我们尾身吗 我的意思是 我们的安全感 真的单单建立在他 这位亘古长存的磐石以上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中华民国的主 帮助我们为国家 常常来到你面前祷告 帮助我们认识你与我们立约 你是那位与我们立约的主 我们要在你面前敞开不遮掩 也求你帮助我们 认识你完全的爱 好让我们在还不明白的时候 依然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 交出主权紧紧的跟随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